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些梨套来控制羹牛的行进路线 公园学生做准备 公园学生做准备 比赛开始 随着牛主人一声令下 羹牛们像运动员听到发令枪一样 开始笔直地往前走 在我们的意想中 一般要在羹牛的鼻子上拴上缰绳 牵着它走它才听话 可是我们看到 在这些参赛的羹牛身上都没有缰绳 主人通过喊一种独特的口令 指挥牛的动作 根据比赛规则 在离田的过程中 羹牛必须在标杆指定的范围内 走 停或转向 羹牛对主人的指令 反应速度是否够快 翻批是否流畅 均匀 以及整个离田过程耗时的长短 这些都会影响最后的评分 在到达转向点时 来自弯头村的一号牛主人 莫容林 把离套从泥里一抬 一声令下 羹牛乖乖地来了个向后主 这一抬一鹤的动作 一气呵成 毫不拖泥带水 而在到达终点时 羹牛随着主人的口令 立即停止前进 仿佛画面静止一般 看到这一幕 我们的记者和观看比赛的村民 都齐声叫好 也正是凭借着与主人的默契配合 一号牛最终获得冠军 比赛结束后 莫容林和二号牛主人陈远瑞 还急性进行了表演 那么这些牛主人喊的口令 到底是什么呢 在喊着他牛轮 我们这里就是土发 就是说 嘿 要喊听就 听 这里面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那是乡村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叫做能压秀才的人 有一次他从武冈那个方向 到我们学院来 他就一匹白马 有没有那里山高路线 齐齐不平 那个江村那个马进不起心脑 把江村给争断了 到了这个林嘎头 就是我们李西街乡区十里路 他看到一位老人在进到那里里田 他说老伯啊 你这个江村 牛江村是不是可以 这里给我用一用 那个老人呢也很慷慨 把那个江村剪下来 这个呢他 他说从此以后 你们这里的牛铃田 想杀二十里都不严重心了啊 这个踏牛铃 到底是不是像传说中一样神奇呢 在记者的追问下 一号牛主人莫容林 告诉了我们踏牛铃的口诀 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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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耕牛听人指挥 这件事本身并不稀奇 不止耕牛 很多动物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都能默契地配合主人的指令 如果按照莫容林所说 这里的牛都没有受过训练 如果有陌生的我们 喊出踏牛铃 它们能不能听话呢 它好像能看出来 自己离过哪儿 没离过哪儿 对对对 走 好 快點走 快點走 他怎麼慢下來了 他不聽我的 好 我試一下 阿 這個阿是什麼意思 阿就是叫他停 阿是咱們的這個話裡邊的停的意思 對 我這一說阿他也停了 當然了你就是講阿 阿就是停的意思 這個踏牛令的話看來是真的有作用 有作用 那我再試一下 我再試一下 走 走怎麼說 又停下來了 這真的是個神牛 據慕容林所說 這一帶的牛 都會聽從踏牛令的指揮 為了進一步證實踏牛令的神奇 我們又從附近隨意找了一頭牛 走走走 你說這哈是吧 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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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靠 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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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octrine 雟 它也是听话的 看来咱们这个踏牛令 在咱们这个地方 确实是非常的有用的 不管是对水牛还是黄牛 踏牛令的口诀都同样适用 那么如果离开陈家寨20里之外 踏牛令是不是会像传说中一样失效了呢 我们把参加比赛的二号牛 带到了离陈家寨30里外的五阳镇 刚一下车 牛就像寿经一样狂奔起来 无论牛主人怎样喊口令 牛都不肯乖乖听话 师傅 这是刚才谁把牛惊了一下 还是怎么着啊 不是 这牛放在一个地方了 不在我们里面放在一个地方了 就要当学了 我以为在白的地方也不要 我再想在这里离田 离田它就不行 它也跑乱跑 这赶紧把绳给上上是吧 我赶紧把绳算掉 这个地方距离刚才咱们那个村子 村子大概有多少里 30里 走了有30里左右吧大家 有 有30里的 也就是出了咱们那个范围了是吧 是 那咱们现在它有点受精 不是受精是吧 也不是受精 可能是在这个地方不行 那咱们这个踏牛令 能不能把它松开之后试一下呢 松开 松开松开试一下行不行 我想试一下在这个地方 它那个听不听这个踏牛令的指挥 松开 怕不行 怕它 怕它又跑掉 是是是是 一松开枪上 于马上震脱主人冲了出去 几人何力才把它拦下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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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点来 快过来个帮忙的 把他抓住了 真的不行 小弟来 挂跑 快过来来把他抓住 这才走出了短短的30里 这个牛同样是刚才比赛的 这个二号牛 到了这个地方 他就已经不听话了 真的是 但咱们刚才那个镇子 比赛的那20公里 确实是只对这个地方 碳牛令才有利用 从碳牛令可以看出 当地人对牛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其实不止在李西乔镇 整个隋宁县都有爱牛的传统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是位于隋宁县的大远古苗寨 听说今天在这里 有一场特殊的斗牛表演 其实关于这个斗牛表演 我们看到在很多地方 有牛和牛豆 人和牛豆 但是今天这个表演 是人和人来斗 而且这个豆 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争斗 可不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也去看看 走 您好 您就是杨老师吗 杨老师 听说今天咱们有个活动 您带我去看看呗 杨幻里是隋宁县 大远古苗寨的民宿学者 在他看来 隋宁苗族对牛的崇拜 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建筑 服饰 还是当地的风俗传统 到处都能看到牛的影子 那人那山那狗的开机仪式 就在这条巷子里 对对对 杨老师 咱们这一路走过来 我发现咱们这个寨子特别有特色 对 不光有这个石板路 有木屋 而且我发现这个房子上 都是这个牛角的造型 这是一种建筑特色吗 算是 是的 你看 那些都是 你看 两头两尾 两头两尾都是牛角 还有那个窗楼 两边这样翘起来的 我们叫凹头 它把凹头做成那个牛角形状 这个有什么寓意吗 这个寓意就是说 它是我们苗族崇拜的一个图腾 就是说 我们的苗族呢 它的祖先有句说法 它就是牛是我们苗族的祖先 所以把那个祖先的那个头像的脚 坐在自己的房子上 也就是意味着自己的子生 自己的子生能够吉强 渔异 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一发风讯 所以说咱们这个寨子里 对于牛这种热爱是处处可见的算是 对对对 苗族人在修建房子的时候 会先把牛住的地方设计好 和自己同住一个屋苑 牛住的地方一定是大而宽敞的 有一些大山深处的苗寨 虽然人牛分居 但牛住的房子和人居住的差不多 当地人把这些地方平等地称为山寨 来 来看 这是我们一个书的家 叔叔的家 这里是牛屋 下面是人居 您说这个叫牛屋是吧 对对 这为什么叫牛屋啊 牛是我们苗家一个重要的一个主情 家庭的一个重要情缘 也是一个主要的劳动力 所以说牛和人一样住屋子 对这就是我们苗家所说的人屋共居 上面住人下面住牛 对对 那我看这里面这个您说这个牛屋 我看有好几格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这个院子里面 它就如果是居到师傅 现在是居到师傅 它就有四个牛屋 杨幻里告诉我们 在斗牛节这一天 村民们不仅会给牛吃好的 喝好的 还会把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带他们去看表演 想尽一切办法 斗牛开心 这不刚来到村民杨文金家 我们就看到他正在给牛洗澡 从他细心的动作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牛的喜爱 看人家都在这个河边给牛洗澡 你怎么在家里给牛洗啊 因为今天是个铁虚的椅子 是斗牛节 我们每一年都要给他到家里洗个澡 就表示他也是我们一个家庭 一个主要一个劳力吧 就是说我们这里的一个说法 就是牛是半个家 就是牛在咱们这个地方的地位特别高啊 对对对 那今天我看您除了给牛洗澡之外 还要怎么对他好一点啊 我们还要给他上红呢 上红 什么叫上红啊 上红就表示我们今天 今天要搞个大修行嘛 也是个喜新的意思 也是斗牛节 要给他上一点红吧 要把这个红绳给他系在牛脚上 对对 这相当于是今天不光给牛洗个澡 还给他换身新衣裳 对对对 摆在杨文金家门口的两个木质牛头 吸引了我们的视线 我这一进来就看到 这是个木头的牛头吧 对对对 这个有什么用啊 那斗牛 我们这里斗牛呢 和其他地方不同 我们这里的斗牛呢 就是那个斗牛它不准打架的 所以我们呢就是用盐拌牛 杨文金家世代从事手工艺品的制作 他的附近杨胜宛 是寨子里有名的工匠 门口的那两个木质牛头 就是他做的 苗族是一个非常爱美的民族 苗族人的传统服饰 很多都能看到牛的图案 其中最突出的 就是这种银制的牛角头饰 这个您说放在帽子上怎么放啊 下面有个钉子 这有两个口 正好插进去 这样这样看的话 这个头是真的是 太漂亮了 又有牛角 然后这花 这是给您用的吧 又有鸟啊 您带上我看看 好啊 这还挺纯的 这都有好几斤吧 您一会儿要带着这个头饰 去参加这个活动是吧 是啊 那绝对漂亮 这是爷爷的手艺 带上带上我看看 确实这么一看的话 大姐带上这个头饰之后 是一头金光闪闪的 漂亮的银牛了现在 特别漂亮 在路上 我们碰到很多 赶着牛参加节日活动的村民 他们口中都喊着一种 独特的烤银 刚才您喊的是什么呀 是口店 那个牛口店 怎么喊怎么喊 我刚才没听清楚 老娘老娘你听好 跟洗田来 忙乱跑 今天向你讲一次 明天要你离田了 对今天过节了 明天就离田了是吧 对 行行行 您是要去那个现场是吧 现在 对去现场 那我跟着您去吧 我也去看看 好 原来咱们去跟着去看看 走走走 走走 老牛老牛你听好 然后呢 跟起田来就不乱跑 跟起田来莫乱跑 今天向你说一次 今天向你说一次 明天要你离田了 明天要你离田了 走 苗族人对牛的喜爱 不仅体现在服饰上 苗族青年男女的情人节 爬山节的由来 也与牛有关 由于女方父母反对 故事里的男主人公 把牛皮披在身上 扮成蛊牛 去见自己的爱人 在苗寨 有很多歌谣 都描述了苗族人 美与美丽的爱情故事 我没太听清楚歌词是什么 您给我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 美丽的女人 美丽的女人 就看牛 哪在高上打喜特 哪在高上 高上就打爱上就打喜特 哪在大大 牛背下 牛背下 看妹妹抬头不抬头 看妹妹抬不抬头是吧 对对对对 咱们这个苗寨里面 把这个爱情和牛 也是联系到一起 对对对对 要不您教我唱两句也行 对对 您教我姐姐 谢谢 没在平地看雪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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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唱 这怎么唱 第一句 没在平地看雪牛 没在平地看雪牛 开雪牛啦 浪大高上就是后啦 他都不讲道 真好真好 在热闹的氛围中 斗牛节终于开始了 他们认为牛是他们的祖先 祭牛就等于祭祖 当天 他们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牛屋打扫干净 然后带着祭品前往祭祀现场 祭祀仪式由师公主持 祭牛时 村民神情虔诚 与祭祀祖先一样 崇敬至极 祭祀仪式开始时 锣鼓喧天 牛角生生 仪式结束后 村民再歌再舞 祈求今年的好收成 祭牛结束后 斗牛表演就正式开始了 表演者分两组 一组三人 他们头上戴着木质牛头 身上披着塔子 一举一动都要模仿牛的动作 还有两名苗族姑娘 在后面指挥这两头牛 表演者既要讲究动作优美 还要听鼓声和牛角号的指挥 这种舞蹈在当地叫做壮游 这种舞蹈在当地叫做壮游 这是那天我们见到的那个牛头吗 对对对 咱们专门把它做出来 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来表演 我想看看您这个牛头 这还挺沉的 你是带头上是吧 在苗寨农历四月初八是牛的生日 这一天村民家家户户都会让牛休息一天 并给牛准备丰盛的食物 感谢他为家庭付出的辛劳 在四月初八出生的小男孩 大多有一个水牛的乳名 相传很久以前也是在四月初八这一天 村里有个小男孩在放牛时遇到了一只老虎 水牛与老虎展开了搏斗 虽然最后救下了小男孩 水牛却身受重伤死去 寨子里的人为了永远记住水牛的救命之恩 让小男孩认水牛为亲爷 并把小男孩的名字改成水牛 村民杨小聪告诉我们 他的叔叔杨广生的乳名就叫水牛 四月初八这天正是他的生日 并很热情地邀请我们来到了他的家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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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生快乐 你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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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快乐 你生快乐 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 沙咕 沙咕 这个沙咕什么意思 沙咕就是黄牛的意思 黄牛是吧 对 这小孩叫牛啊 像我们这牛的人有很多 你像我叔叔嘛 他小名也叫水牛 爷爷的小名也叫水牛 对 今天就是四月八 也是牛的生意 我叔叔他也是今天生意 所以他也小名叫水牛 我们这苗家呢 对牛非常崇敬嘛 非常崇拜 对牛呢 也是我们的鸡鲜物 叫这牛的名字的话呢 就是说 保佑 能够保佑自己 全米百岁啊 身体健康啦 是这样的就是 那这不我们敢想来到这儿 这个 我说先敬爷爷一杯酒 祝您身体健康 成米百岁 谢谢 来来来 这怎么了 我们这有讲究 像我们这 今天生意是吧 首先先进牛 把酒啊 先给牛吃了 菜给牛吃了 我们再来喝 就是现在我们这一桌菜 都摆上来了 我们不能吃是吧 对 那我们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先把菜给牛拨出来吗 对 首先给牛吃了 我们再来喝 您刚才说 还要给牛喝酒 对 这酒呀 牛先要喝我们才能喝 首先不能喝 咱们赶紧进行吧 我看看你怎么做 好 这我真没见过 这就是牛蒸肉 辣椒 酸豆角 苗族人爱吃的东西 他们的牛也同样爱吃 再配上苗族人自家酿的米酒 这样的美味 就算是人看见了 也会忍不住流口水 杨小聪说 每年春耕开梨前 他都会在田里和牛同一一竹筒米酒 苗族人称之为开梨酒 意思是祝愿春耕老作顺利 您就把这个饭这么喂给他吃是吧 我看他吃的挺香的 您这个里面倒的是酒吗 有酒 我闻闻我闻闻 是酒 确实是酒 哎呀 他这一边吃还一边舔呢 对 他这是不是有点害怕呀 看我们来了 今天人太多了 他外面结婚 放了泡 他一定怕 不敢自己出来是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一喂他他还挺爱吃的 哎呀 张嘴了 赶紧给他吃点 我真的没有见过说 你又吃咱们这个腊肉啊 吃这个辣椒啊 这我真的是第一回见 是啊 也只有我们这就吃了 让他自己带着吃点 咱们也回去吃去了 好的好的 哎呀 咱也别打扰他了 让他好好过个节 那我们一起祝爷爷肠面满菜 对 谢谢 来来 来来 哎呀 自古以来 隋宁人就与牛一起钢做 一起生活 在他们看来 牛淳朴 憨厚 默默无闻地钢做的精神 正象征着隋宁人勤劳善良 热情好客的品德 隋宁人世世代代的守护着 尊牛 爱牛的传统 即使农业机械 已经慢慢取代了钢牛 传统的农耕方式 已经渐渐消失 隋宁人对牛的崇拜 也会一直延续下去